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跟网上流传的一条学历鄙视链有关系 这个鄙视链的序列大致是这样的 清北复交浙到985到211到普通一本到二本到三本到大专到直高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历渐渐变成了一种身份标签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跟这一类的现象有关 当目睹有人因为文化水平遭受歧视 你又会怎么做呢 在南昌这家便利店我们安装了隐藏摄像机 后台也在仓库搭建完毕 对此店内顾客并不知情 他们只会看到这样一幕 不识字的老人请求解释说明书 有人或许产生疑问 都2019年了居然还有不识字的 和他看法一致的人并不少见 开什么玩笑 你是文房吗 你没上过学吗 你没读过书吗 你是穿越来的吗 一个正常人总得认识一两个字吧 女生会将这样的观点继续还原 因为她和老人都是协助今天观察的演员 当人们目睹刚才那一幕 他们会怎么做呢 观察开始 小姑娘 麻烦你给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钥匙怎么用的 这都拿到了 这上只写了吗 你还指不得 你不认识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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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啊 是不太认识 不会吧 什么年代了 你还不认识字 不是文盲吗 1999年了还有文盲 你真的一个字都看不懂啊 没上过学啊 他这么大年纪 没上过学也很正常 他这么大年纪 没上过学也很正常 回应来得很迅速 他这个问你 就是在咨询你行不行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你教着他对你是好心没动 他现在听不懂 听不懂你耐心可以多教两个 也不用上了 要自尊 现在还有谁不认识字啊 人家人家年纪这么大 他接受能力上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读过书确实是 你不要去见他 似乎一种能量一瞬间爆发了 女士的情绪好像格外激动 换过位置 她开始认真讲解 他这里面有三片 有三片 他一定可以持续八个小时 主要是我自己不认识字的 因为我妈妈她也是小时 你们那个年代 到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电话非常大 你没有读书 这不是你的问题 你年轻的时候 你家里情况 或者干什么 你读不了书 你确实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也很想去学习一下认识 他确实是有老年人大学 有音乐 有认识字的 有学习的 都有 就是根据你的兴趣爱好来 在我国 现有7.6万余所老年学校 超过700万的老年人 在这里弥补知识的缺憾 我不上书 其实他们其实是非常遗憾的 然后我妈也是租了小学 但是其实小学是没有毕业 他读的数比较少 然后很多机会 他没有专注 他说我希望你们多读书 因为那是我没有的遗憾 所以我希望你们没有 他自己学打字 学上网 他自己自学无比 我都不会 谢谢你 我真好两个小姑娘 一方面是对上一代人 因为当时特殊的 客观的时代因素 而造成的知识缺憾 来表示自己的一份遗憾 但是又由衷为自己的父母感到很骄傲 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很了不起 现在我们是已经70周年大庆了 我们今天全民教育水平稳步上升过程当中 对 但是你要是回到1949年 就是建国前 那个全民教育水平这个事情 所以客观存在 现在有很多老人 你要说他不认识字 有机会谁不念书 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 别人在自己生命当中 无法掌控的一个缺憾 这个时候别人用来攻击这个人 说实话缺乏同情心 不过这小姑娘 虽然对老人家 这个是非常的不礼貌 但是他倒也侧面的反映出了一个 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周围 现在看到文盲的概率确实很低很低了 我小时候是见到的 而且还挺多 像我小时候什么我的那种老姑妈 还有我爸爸的同辈的一些村里的那些大爷们 有时候会到我们家来做客 他们真的是不认识字的 我印象特深刻 当时有一个大爷 那时候我上已经上大学了 他来找我爸 我说我爸在上班呢 你到那个单位去找他 他说我不认识路啊 我说你怎么能不认识路 你沿着这路 因为也并不大嘛 他说我不认识字 这句话我印象超级深刻 他说姑娘我不认识字 我看着那门牌 挨个找我找不着 然后后来我就拉着他走了 那时候给我的震撼 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看到的 这个我们的演员演的是一样的 我当时想法也是 嗯还有人不认识字吗 然后再接着这是一个现实 我爸爸他们在年纪在往上一些 那一辈人里面真的好多人不认识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把这样的一个普遍文化水平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视作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真的往回回看半个世纪 回看七十年 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 一百个人里面 有二十个人能认识字 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年轻人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 这会影响他们对此的态度吗 我们连续进行了三组观察 小姑娘 能帮我看看这个说明书吗 你不是戴了眼镜吗 自己看啊 我找不太认识字了 集市还没开始 帮助已提前到来 这个距离真远 我这是退热的 对 发烧了 退热 小姐姐 她不认识字的 很麻烦的 不用跟她解释那么多 文盲而已 家谁都有 谁都有爷爷奶奶 对不对 老人家不是我说 你不认识字 就不要出来给别人添麻烦了 她也没有麻烦你 对吧 她怎么没有麻烦我 她一开始不就是问我了吗 你也没有告诉人 是这样说的话 她现在 你没有说话 你也没有帮忙 那你没有必要 不来给别人帮 为什么要帮她 对不对 你懂了吗 她刚才说了一句话 谁没有爷爷奶奶 她在家里应该这样 孝顺过自己的爷爷奶奶 她用手机拍下了说明书 放大给老人讲解 这写了 最大一点 每天一到三次 看到了吗 每 对 每天 天 一到三次就可以了 一到三次 就是一本就一样 人生要阅读无数说明书 但没有一张 比他嫌活 家里鞋都有老人家 就是 我家我也 我也有这么大的爷爷 然后 如果说 是我 如果我爷爷是 在外面 被人家这样子的话 其实 我 他在说的时候 其实我蛮生气的 就 也蛮想哭的 为什么 就 如果老爷爷 其实家里 我刚刚也看到 说 我说你家鞋都有老人 我说如果 你家 爷爷奶奶 在外面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心里会不好受 你会心疼爷爷 对 因为我家爷爷 可能就十岁了 他们以前可能 那个条件不太好嘛 然后可能受知识面 没有那么光 一定是会有说 不认识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 把自己 摆在一个自高点上的话 那就 比较那个 而同样的理解 也出现在 这个年轻人身上 我因为 你一个字都不认识啊 你是文盲吗 这年头还有文盲呢 真的是跟你都没话 我跟你说话 这小伙子挺够的 你看啊 半长发三七开 七风处装脚丫 小伙大扮休闲 但神色 却一点都不轻松 你没有上过学吗 没读过书吗 我的天啊 你有手机吗 手机不过音 但你选什么方法 他是文盲的 看不懂 你是 以前老师 但是很多人都没什么 告诉我说 就多点耐心就好了 对于老时代 这个年轻人格外理解 我外婆也不认识字啊 但是我也不耐心教她 你可以诱三天 哦 我明白了 这很正常 像原来那个时代的人 都是没有经历去读书 或者家里条件不允许 她所有的这些话 说给老人听 实际上是在反心旁边的面 问就好了 愿意学 没有什么丢不丢人的 你妈看她的 我又不爱她 我不会因为其他人 影响到我自己现在的心情 别人白眼 我有什么好羞耻之类的 我又没做什么 犯法的事对吧 你不认识字 你可以学 对吧 人家愿意学 都可以学会了 你认识可以 我们拥抱知识 不分年龄 因为我外婆那一代 我也了解 我觉得老人家 也挺辛苦的 但我觉得吧 如果愿意学的话 老人家 还是不会拉开她去的 因为这种像年轻人 你有这个条件 反而不去学习的话 你可能会被老人在这边 你自己现在有在学习是什么 我现在在学拼音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贪玩没有学 我现在出来之后 我发现拼音还挺有用的 然后我就开始学了 虽然我学拼音的时候 旁边也会有人笑我 但是我觉得没啥 你笑归笑 你笑我就当你 给你每天带点乐趣吧 这只是学习的第一步是吗 对 我与一个热爱的心 真诚的心 去对待某件事情 我相信肯定会学好 希望你以后也一直努力 那肯定 谢谢你 好 那我们应该谢谢你 谢谢 这颗年轻的心 点亮了自己 也点亮着上一代人 接下来 歧视的言论 将遇上更年轻的他们 你帮我看看 它用几次了 好不好 上面不是有数字吗 101234567890 你都不认识啊 和女演员态度截然相反 他们围拢过来 带着热心和帮助 跌头上 跌脖子上 跌下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看吧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白子 把这个白子撕掉 就直接撕到这里吧 害怕爷爷记不住 小小机灵鬼 一会儿 开始之中 这个画个圆区 写一个笔 然后这里的画个圆区 写一个笔 没笔啊 你去提啊 看把文字版的说明书 变成了连环画版的说明书 这什么都不是啊 不是进个红币吧 不要你轻松一下 不要吃什么东西 不要大概多久了 现在12点一个 1点钟吧 很圆起来 去家族就给吃掉了 被看懂 1点钟是皮 然后这个是死 是不是好麻烦啊 还好吧 这老人没什么关系 老人没有关系 因为孩子们 眼里有尊重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我们是广东卫视 我太难对 对对 也是这样的 就是平时用一些东西 或者是给他配手机 都不太会 都得交 老人家不识字 但是中文是应该认识的 所以说给他画不中 会比较好理解 这类的东西是有图案的 只要让他记住这个图案 他就可以用了 在那个时候吧 有些人他是想读书 又读不到书的 又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如果没有人 去帮助他们的话 可能在生活上面 会遇到很多障碍 如果有他人的帮助的话 其实会生活得很好 一个15岁的孩子 他居然能够 一换位思维 二设身处地 这个孩子真是挺不简单的 他才15岁 已经可以换位思维了 所以看到他们 这一段年轻人 觉得内心好温暖 这个时代的美好 都长在年轻人的身上 他们成为放大镜 成为字典 成为生动的图画 刚才有几位少年 都已经提到了 自己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甚至是太奶奶这一辈的 依然还在学习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 学习的通道和机会 比方说老年大学 我们说人的智慧分两种 一种叫流体智慧 一种叫晶体智慧 什么叫晶体智慧 就是结晶 所谓的经验 老年人是晶体智慧 特别多 沉淀下来的很多经验 特别多 但是流体智慧 是我不断的在学习 不断的在使用 不断的在学习 不断的在使用 而且随时学新的 老年大学就是一个 积累流体智慧 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阶段 而且现在整个 互联网的系统当中 也提供了大量的 可以学习的这种机会 而且是非常廉价的 甚至是免费的 这种课堂 大家如果愿许 获取有效的信息的话 还是很便捷的 好 我们第一阶段的观察 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假定 这个剧情会发生 一大的变化啊 就读职业高中的女孩 遭遇到她同学的嘲讽 也许大家会思索说 这一幕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是观察当中的演绎 却是在现实当中 很多人的真实 当执高生分享的 这些经历被还原 在你面前的话 你又会怎么做 执高校服 去入学院 你是说气修 还是花绝肌啊 那些话怎么说还是 不要与社会不良青年 或执高学生混在一起 以防受骗 或者被欺负 不 读这种学校 你不嫌丢人哪 美容 美发 挖掘机 谁看得起啊 目睹这一幕 人们会怎么做 观察 开始 这是什么 对 那不李飞飞吗 是他吧 对对 这是他 他去哪儿读呢 读到上执高了吧 执高啊 嗯 是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去读执高 就读职业高中的孩子 有时会承受一些伤害 呦 李飞飞 干嘛呢 我做题 我做题 你执高升 从不这样学英语啊 这女生的文化水平 看得懂吧 连高中都好不上 第二次回头了 刚才这位男士 老师不都说了吗 差声才上执高 因为一些刻板印象 执高学生 会被贴上各种标签 有人好像无法接受 很生气 那做的姿势 非常生气的姿势 而且他胳膊张开了 这个是一个 试图出击的预备姿态 如此愤怒 他会怎么做 我做什么呀 技术学院 把项目还给我 我们都是这儿 发展高中的 以后要高考的 我啊 我二中的 内心深处 越需求 优越感的人 越不会在乎 别人的自尊心 欢迎回到 你会怎么做 上集中 目睹直高生 被同学嘲讽 男生突然爆发 不是 你的优越感爆红什么呀 你就关心一下 直高同学 关心是什么关心的 对 对 那老师教你学习 没教你做人吗 你跟他认识吗 你干嘛帮他呀 你管我帮他 我就觉得你说的 说到我来 我是直高的 你这样怎么样 原来也是直高的学生 男生颇有学长的架势 把人家衣服放回去 就纠正他们所做错的 每一个行为 放回去 走走走 谢谢哥哥 男生继续着一个学长的关心 但令人意外的是 他的身份 其实还有双处惊喜 你也是直高的吗 他觉得毕业好几年啊 有很多种方向 知道吧 就是以后的工作 有很多不同的职业 你还没有放弃 懂吗 不要 自己有很多直高 挑出路好不好 他并不在意学历的标签 因为拿去这些 我们能更好地向前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进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说肯定需要一个人站出来 然后我就 帮他说一下 教育一下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这个时候 就是比较看你 然后心里对这些认知 其实还不是很完全 技术上 肯定也需要 没有人做护士的话 那医院的病人 都有一身去照顾吗 会觉得其实他们也算是 很重要的一个社会 肯定啊 可以在职业当中 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 可以发展成未来的工作 为什么社会上 像我们刚才还原的这一幕 对于职高职业高中 有这样或那样的成见 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好多人 还不太了解 咱们现在国家 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 2018年好像全中国呀 新增劳动力是1500万人 但是呢 2018年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呢 一毕业就走入工作岗位 就算新增劳动力了 大概是不到700万 大学毕业生在2018年就业大军当中 占了50%甚至还要高 这个时候大学毕业生 其实已经不具备一个身份识别性了 不是当初那个金疙瘩了 所以这个时候内心深处的优越感 可以放下了 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 追求教育和追求学历的民族 所有家族里边第一信条就是要读书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还缺一点 我们就是对于 终极的有职业技能的教育 实际上这一块我一直认为很弱 你看这个日本也好 德国也好 他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制造 和包括他们的科技的基础的层面 做的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对职业高中职业大专的 这种投入和全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太迷信学历这件事情 你的专业以及你为你的专业的程度 所付出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观察进入尾声 高考 求你 你有什么资格参加高考 职高的还高考呢 是什么呀 是你们制高的啊 每天都去混 我说混了吗 不要读制高什么的 我都没点回家 很意思 李佩佩你别锁 我待会回来再找你 当两位同学离开 女士立刻坐了过来 刚刚说你这个是你的选吗 嗯 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是对的 那你就坚持你的方向 很多东西的话你不要因为别人的就是一些坏 去扔一下你自己的选择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 你像我的话 其实我也不是本科毕业的 我也是属于大专毕业的 你可能跟我一夜一样吧 就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她的这种干预很温柔 而且是那种推挤激人的来跟你讲的事 也曾被学历困扰 她是如何走出来的呢 后来改变的话 其实也感觉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心态 你已经在这个节点上了 那更重要的是你以后的选择 努力这种东西并不丢脸 不管是在哪里 因为觉得某些方面也跟她比较相像的那种 也会去羡慕那些就是说有更高学历的 或者是更优秀的人那些人 因为他们获得的一些工作机会啊 待遇啊都不一样 因为你在一方面的不足的话 你会想用去另外一方面去弥补 通过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方面什么的 去改变自己的一种现状 你觉得你的这种努力会停止吗 不会 因为生活是自己的想要更好的生活 所以只能不断的改变自己 学历只是起点 我们的上升始终依靠自身的改变 最后一组观察 她好像遇见了大人物 我现在工作环境也是在一家 就是学技术这样的学校 然后因为可能是现在国内很多人 对学技术这点有误解吧 从事职高教育的她 会如何反击这些误解呢 让我们回到半小时前 现在工作环境的更加速度 在我上升 你很高的 你很高的 你都已经被九年衣服劲与淘汰了 我就别白费力气了 你不觉得丢脸 原来我们书公就你成绩最差吧 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女生格外敏感 你实际上有歪绝肌吧 说话呢 到底谁能学歪绝肌 姐姐你不用理的 太核心高 你觉得你年态都不太好了 我们就点高中的呀 那你就该有点学历高的人的样子 不要丢学历高的人的脸 给人气得够呛 哎呀 这位小姐姐说的好有道理啊 好有道理啊 不管什么专业 首先学会做人 没事 我走吧 别走 你们都这样我就要报警了 你觉得你们这样子很不对 愿意去读 你也愿意学一门手艺 这是好事情 不要自卑 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读大学才要出的 这个东西跟学历没有关系 不管我是什么学历 总之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的 不管你读什么 你小子就要学会做人 我觉得他们那样的 学历掩饰不了瑕疵 相反也掩盖不住光芒 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样的生活 你就要探索的目标 是什么力量 真好 力量的传承 传承很重要 也许未来竞争残酷 但这颗向上的种子 它留在了学生的心里 现在送上我们的感谢吧 在干嘛 小姐姐好 你好你好 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剪子的 我知道这个剪子 看过是吗 这样吗 我今天通通话说 演的还蛮到位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刚对我们说那样的话 因为我现在工作环境 也是在一家 就是学技术这样的学校 然后因为可能是 现在国内很多人 对学技术这点有误解吧 他们就觉得可能 成绩不好的人 才会去学技术 但是其实不是 因为像现在 就是我们的习大大主席 不也说了吗 要提高我们国家 这个技能人才培养吗 所以我觉得 就每个人 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为我自己本人 本身是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就觉得 我的专业是哲学嘛 但是我觉得 跟有技能的人比起来 其实 我不一定在某些方面 有他们强 我觉得学历只是一个 你个人能力的一个 可能某一个阶段的证明 但是它不是你 整个人生的一个证明 你们不觉得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 街头演讲吗 关于职业的 非常棒的分享 目前中国这个新时代下 职业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显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知道 上升之路 只要你内心深处 持续坚持下去 上升之路就是无止境的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抬腿 继续向前走 只要内心深处 不要被别人的 这所谓的讥讽啊 什么的打垮 他们一生都是在 不断地走在上升之路上 坚定执着 而且不受干扰 而且现在的社会 它真的是一个 高度分工的社会 而且是不同的专业 参差多态的 已经是在这个社会当中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链 你在每一个链条上 每一个专业上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 做到极致了 那你的道路是无限宽广的 这个咱们国家现在 有这么一个 被强调过的这么一个说法 叫营造什么呢 叫人人皆可成才 什么叫人人皆可成才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路 我们这条路 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 但一定是往前走 往上走 这样我觉得社会 每个人都有活力 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有动力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有活力 这个社会往上走就有动力 就像节目最后那位女士的话 说的一样 学历并不是整个人生的证明 毕竟像她 像她们一样 今天出现在镜头里 所有人都是一直朝着 太阳的方向 行走和跋涉 所以要鼓励大家 有一颗进取的心 任何时候出发都不晚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来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还可以通过 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今天头条新货口端 Zucker新货口端 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 好了朋友们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